刺哥在香港有7間酒樓,其中6間開在大型地產商旗下商場 都被不同方法追租 追得很厲害的,我只是遲交了20多天 都不是拖了多少個月,我遲交了20多天 他們就貼封信在門口,關我冷氣,減我水電 第二就是入品法院,第一步就是入品小客前債 追你的管理費,第二步就是入品法院追你的租 我都沒有辦法了,就跟員工商量 我們遲少出糧,先交了管理費,交了租給他們 反而開在觀塘工廈那間,業主不是大地產商 但是肯共渡時間 他們會幫我們免多一兩個月租 將租金減到五成以上 那些小業主反而是體量,越大的業主就越不體量 我們翻查被追租酒樓的地址 其中一間在黃埔 出信追租的黃埔花園管理有限公司 有申請補就業計劃 另外幾間分別開在銅鑼灣世茂 新蒲江御港灣 和西九龍環球貿易廣場 此外未有透露是大業主益或管理公司追租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指 有些情況更加極端 我個人感覺都強力 譬如有些企業拿了補就業計劃 但是禮手又出了私信 叫業主不如你走 就是逼人去關門 他獲益補就業計劃 令人補不到就業 羅志光指 一方面申請補就業之助 一方面有做些要人倒閉的事 算是不符合計劃原意 可以不批 有線電視記者休庭亮報道